至少你雲端上 也會有一份完成的程式 1 請你把上面這個 數字個數的這一段程式 一樣我按 Ctrl 鍵拖拉到下面 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Sup 名稱改成叫留下 留下數字 留下 OK 好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 如果留下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是算幾個是輸出的結果是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不是要算幾個 而是要留下那些數字 所以顧名思義 我這邊就多一個變數名稱就S 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輸出的就那幾個字 那幾個字預設是沒有字 沒有字 OK 那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要改這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它為True的時候 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我剛剛是把它加1 存回去 本來0 加1就變1 1再加1變2 存回去 所以把這個存回去到前面 那同樣道理我是要抓那個字 那一個字的話特別重要 就是這個 Mid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切1 1就是用這個方法切1切x 切c切1 這個一個字 那如果說我抓到這個字之後我要把它存起來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關鍵的地方 就是S 等於 S自己本身 串接的話 特別控一格加一個and的符號 串接什麼呢 就是我切割的那一個字 所以我可以把上面這個Mid有沒有 切割到的那個字 特別說瓜糊請你要選對 就Mid 然後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D 這個字 就是那個字 的一個字 後面瓜糊一定要選到 這個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就OK了 然後最後輸出的話就把這個改成S就好 答案就OK了 這樣就叫留下數字 剛剛是 把幾個 算完累加 剛剛是累加 現在叫串接 OK所以VBA如何 實做那個所謂累加 答案就在這裡 有沒有就是 初始詞累加輸出結果 串接 串接就串串串串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得到的是 你要那個字的結果的話 而不是數量的話 那就是這個地方 最後改一 各位看 所以我習慣這樣 這邊錯誤 再把這個 我習慣是用複製 拉過來 Ctrl 鍵按住 再控格一下 這樣就OK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 拖拉 放過來 他只要精準 就OK了 然後再來這邊就加一個S 輸出的話 因為我要輸出到D欄 他剛剛輸出到B欄 所以這邊記得 最後輸出的到D欄改一下 好 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 OK 只是說最後RUN 要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細節很多 一個都不能 少 OK 好來RUN一下 有不要放這邊 有還沒有錯 你看 這種狀況怎麼辦 我交個一招 我自己習慣的 我就是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就是先讓他提下來 然後我先確定一下他有沒有放東西進去 有的話表示是OK 然後沒有 讓他去確認說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然你說真的 錯了怎麼辦 一直卡住 嗯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透過中斷點 拿掉的話就是再點一下 確定他有沒有被寫進去就對了 然後把它RUN一下 再直擊一下 停在這邊對不對 這是S 你可以游標 現在還是空的 所以再按F8 如果你要他停下來你要讓他跑 他已經有一個了 我看他抓到什麼 沒有 他已經抓到0 為什麼是0 不是他也有抓到一個 已經串接一個0了 所以他等於是A欄裡面的東西 我知道 因為我們OK好 所以剛剛透過這個方法有沒有 我就知道裡面有問題了 現在有沒有問題 我看一下裡面 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 有的時候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問題 這個也是一招 就是你先停下來配合F8 然後或者配合選取加游標 有沒有看一下裡面 裡面 到底放什麼東西 那你再去確定 比如按F8之後 看一下裡面放1 1沒錯了 有沒有 那表示這應該OK了 所以有的時候是鬼打牆 剛剛應該 那種狀況應該不會發生 可是他奇怪怎麼 跑去別的檔案去了 那不管了 反正知道問題了 執行 OK了 剛剛那個問題應該 我根本沒有去把它開到前面去 他反而抓到後面 這表示他這個 Essail 本身有點bug 不過不管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這樣做